我們如果說想要使用這個語音朗讀 或語音聲控這樣的行動裝置的功能 它必須要回到所謂的體驗版 或是那個雲端版 那各位呢 我們剛剛有一個三個平台的那個在哪裡 在簡報的第19頁 有沒有看到簡報第19頁 請你找到體驗版把它打開 體驗版 如果你第一次打開它會有一個黑色的那個提醒的 畫面你就按關閉提醒就好了 右下角好像也關閉提醒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長得很像 跟我們剛剛用模擬器像不像 有幾個地方不大一樣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你先看右上角 各位你長大了 不用防止了 有沒有發現沒有模擬器那個區域 對不對 第二個它有多一顆 是不是叫做 好像下載的那個 這叫做載入範例積木 因為呢 它有幫你準備一些什麼 已經寫好的程式 範例 所以如果懶得寫 從這裡可以叫出來 再來 我們看一下左左邊 積木也不一樣 你看 原本 我們在模擬器那邊 因為 支援的元件比較少 所以它分類沒有做那麼清楚 可是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它有幫我們 比如說是發光的 然後呢 輸入輸出的 是不是剛剛多了一層 它就不像剛剛 那麼少 因為這邊支援的元件 就多很多 多很多 所以這裡的功能 就會比較多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倒垃圾比較近一點 垃圾桶本來在右下角 現在改到左下角 因為這樣丟垃圾比較近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你先把 你那個 模擬器的 程式先把它停止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還在執行中的 請你先停止 好 現在大家停止好了 我們就來試看看囉 來看一下我們剛剛是不是在37頁 對不對 37頁先進到37頁 36 這是 語音打讀就好 那 你可以 拿我們剛剛的這個 來看一下 載入範例 木… 不用了 我們重寫一次好了 好不好 這種程度重寫應該不會 尻到你吧 剛剛做的那個 呵呵呵 怎麼做 來體驗一下 是不是先把開發檔 拿出來 好拿一個出來 請問我們用的是哪一個 Smart 對先把這個弄好 很抱歉這裡沒有模擬器 有沒有只剩兩個 所以預設就WiFi了 好那後面的號碼是不是跟剛剛一樣 你再把它貼進來 好所以如果你剛有人就再把它貼進來 如果沒有的沒關係你就回到 模擬器那邊 多多兩下 借用一下 Ctrl加C 複製起來之後再拿來這邊把它貼上去 那當然也建議你可以在右上角這個閃電這邊 是不是可以把它貼上去 閃電這邊把它貼上去 再確認一下 你們家的積木 有沒有OK 有沒有有沒有在線上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不是有一個LED燈嗎 所以一樣找到LED燈 可是它現在放在哪裡 發光元件裡面的這裡 這個 好拿出來 腳位 在第幾個 第五 對 好在這邊 好了 都有了 接下來是不是燒杯 燒杯的那個互動方式啊 我們要用遙控器 其實不用遙控器那也可以啦 好那我們先從這邊 找到遙控器遙控器 好 那麼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各位剛記不記得我們模擬器這邊 那個網頁互動啊一打開 哇所有的互動 積木是不是都秀出來 但是呢 真正正式的網頁就是體驗板跟 那個 雲端板 其實呢 你只有開燒杯的時候 選到的那一個 互動方式才會跑出來 你看我現在選了遙控器對不對 你看我走下角 有沒有發現只有遙控器 如果你連燒杯都沒開 直接不讓你用 有沒有發現收起來了 所以那個是 互動的 所以他為了避免你誤用 所以呢 沒有 使用的 方式 積木就會不見 好 一樣的 遙控器點擊 拿出來 好當我按下1 我就把 LED 燈打開 LED 燈發光裡面的LED 把它打 你要做哪一個都沒關係 開或關都可以 好 然後 遙控器螢幕要不要顯示 都 看 就跟剛剛都一樣 放進來 好 文字這邊 是不是有這個 對不對 在這裡 我們不是有一個這樣子嗎 各位呢 如果你覺得 這樣有點困難 沒關係 你應該知道我下面有放已經完成了 來 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懶得這樣子 下面這裡不是有完成的嗎 對不對 我看一下我應該有這個版本應該是有的 好 好了 為了加快我們速度 各位直接打開36頁下面完成了這樣可以嗎 這樣應該沒有任何痛苦 障礙嗎 改字你自己改 可以接受 但是我要跟你講那個 語音 朗讀跟聲控的記錄在哪裡啊 哪一個目錄裡面 請看左手邊 來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基本功能下面有一個叫進階 打開 是不是有語音聲控跟語音朗讀 就是這兩個地方 你今天如果我要做語音朗讀 點下去 它基本的就這四個而已 好你要朗讀什麼字 把它拿出來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朗讀 因為它可以設定 它支援中文英文跟日文 然後唸的時候呢 也有音調 還有速度的不同 所以這個 參數 就是要放在哪裏 放在參數設定這個記錄下面 那你看一下我已經完成的 我先把這個關掉 有沒有看到 朗讀什麼文字 然後後面是不是這個 參數 這樣知道我怎麼弄出來了吧 好現在呢 就實際測試看看囉 你把按下PLAY之後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是我的嘛 所以 上面這個號碼 是不是要換成你們家的寵物名稱 空白的沒有人會理你喔 所以你那個號碼 要貼進來喔 好 這樣確定好了 這樣就可以控制到你們家的 所以我先來排隊一下 當我按下 1 沒聲 好沒有關係 有人 有聲音嗎 這樣有嗎 你們可以看一下 反正我確定 這個設備可以動作啦 那我們就看 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 怎麼樣 可不可以掃行動裝置 掃QR扣用你的行動裝置試看看啊 你的也會講話啊 這樣有概念的嗎 但是要麻煩各位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他念日文 請打日文 不要打中文叫他念日文 因為他不會翻譯喔 所以請不要為難他 好嗎 連行裝置 即使可以運送 新鮮 我們來開玩 開玩笑 既然 開玩笑 門歌 另一 terme 來開玩笑 扮演